陪我妈妈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眼科 第二集 第一人民医院看眼科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在新楼七号楼 来看眼科的人络绎不绝 当你不来医院的时候 你以为大家都是健康的 当你来到医院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眼睛有疾病的人也不少 健康何其珍贵 在这一刻我又深深的有所体会 走进七号楼崭新的大楼 装修的风格是简约大气的风格 使用了弹幕色系 给病人走进来一种非常舒服的感受 并且使用的色系对眼睛也很有好 七号楼有泌尿 谱外 消化 肾内 但是眼科为主要 在指示牌上也有关于眼科挂号 眼科日间手术等指示信息 给前来就诊的病人一个非常仔细的指示 我觉得这点做的还是蛮人性化的 在服务前台 还有指示自助预约门诊的提示牌 第一人民医院在细节上都考虑到了 这就是上海三甲医院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上海的原因之一 Part 2 在微信公众号上是预约 然后挂号还是需要在自助级上 因为我妈是第一次来第一人民医院纠诊 所以第一次必须线下的自助级上激活纠诊卡 这样才可以挂号 所以第一次过来需要多一个步骤 好在我跟我妈提前了半个小时到医院 所以可以慢悠悠地挂号 慢悠悠地再拍照 帮我妈妈记录下来 现在的我特别喜欢记录生活 因为我发现每个人的每一天 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而且文字的魅力 视频的影像记录 都是我们留下最珍贵记忆的方式 自助级上的操作不难 几分钟就操作好了 我妈妈就全程像个小孩子一样跟着我 因为她也不会这些嘛 所以我陪她来看病 全程都我来操作 手机也留了我自己的 老人老了 当然要依靠自己的儿子了 孝顺是论心不论计 从来不认可那些只知道给钱父母 却不懂陪伴的孩子 在自助级激活了以后 就可以继续挂号了 然后挂号可以直接支付宝 微信扫码支付 也是非常方便的 专家号是40元 比我在酒院看腮线肿瘤 要便宜10元 酒院的腮线肿瘤专家门诊 一次是50元 挂号号时间还早 跟着指示牌 我和我妈到了三楼壁区等待后诊 看到楼层索影 我发现一楼到八楼 都是眼科相关的 这七号楼原来就是眼科 第一人民医院 果然是眼科的重点专科医院 对于眼科方面的研究和发展 也是上海首屈抑制的三甲医院 所以我更加放心了 这次选择第一人民医院 没选择错 我妈妈这个眼睛问题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诊治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 我妈妈没有问题 就是这玻璃体混浊 自然老化的现象 这样我就放心了 毕竟如果说是视网膜脱离 那要做手术 对于60多的老人来说 也是挺遭罪的 因此不做手术是最好的 我妈妈不做手术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